大家好, 今集沖線背後有我李慧詩 李慧詩, 人稱牛下女車臣 香港首位女子單車比賽世界冠軍 Hello,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Sara李慧詩 上來的節目跟大家聊聊天 問問Sara, 你的近況 你目前正在準備甚麼比賽嗎 現在正在準備香港的世界錦標賽 希望可以在裡面爭取得好的成績 那你有甚麼準備功夫在做的 其實現在正在香港訓練 之前亞洲錦標賽結束了 一直有踩公路 現在正在準備在香港的單車館 希望可以有更熟練中的經驗 那我想你應該都整裝待發 我知道了, 今年你就會第一次參加 我們這個保馬香港打比大賽 這個體壇城市 亦是賽馬壇上的城市 那你是否第一次來馬場 你的感覺又是怎樣呢 其實這次也是第三次來馬場 第一次都有看過跑馬的 就是看精英杯 其實那時候已經對跑馬的一些比賽 都很好奇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騎士 他們會穿色彩繽紛的衣服 那觀賞性其實是很高的 而且第一次來到就發現 其實比賽都是跟我們單車的海林賽 有些類似的 其實在舊的機制 我們是可以長位的 那一開始就看到那些馬 他們一出閘的時候 就會看看誰可以找到自己合適的位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很需要的 另一方面就是要分配自己的體力 就好像賽馬運動一樣 他們很需要可能留前鬥後 或者怎樣可以分配自己的體力 到最後是可以跟對手有一個較量 第二次來就是我們單車 打算破一個世界紀錄 希望有最多的小朋友可以聽到單車安全 然後再一起踩單車 那其實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還有沒有想過在一個馬場裡 都可以踩單車 那這次就是第三次來到這裡 那這次第三次來到馬場 我知道你早前就跟這個 香港的冠軍騎士莫雷拉 就一起會見傳媒 那你第一次看到這個大人物 那你覺得她的印象是怎樣 莫雷拉也是一個真的很友善的人 她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跟我們分享了很多騎馬的技巧 以及她在比賽場上的很多經驗 其實她是一個很有耐性的人 很仔細地教我怎樣騎隻馬 首先就要跟隻馬聊聊天 還有要站在隻馬的… 不要站得那麼厚,不要被踢到 還有上馬的時候 怎樣去拿著隻馬的哪一個地方 還有腳踏不能繞得那麼緊 如果不是… 有危險性 對,有危險 其實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說 都是很寶貴的經驗 我看到她就教你上木馬裡玩 你自己親身體驗過了 你覺得那個感覺是怎樣 會不會很累 其實騎上木馬前 我都要脫掉一件衣服才開始上去 我都怕自己流很多汗 其實在木馬上 因為要保持平衡 又要保持著好像蹲著一樣 所以整隻腳都會很酸 對,其實都用很多力 用很多肌肉的位置 你說大腿這個位置是很寸軟 對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你之前有沒有試過騎馬 除了這次騎木馬 其實我之前有試過放誡的時候 騎上隻馬裡 讓隻馬帶我到處觀光 其實那時候我自己都比較害怕 因為我覺得我個人比較重 踩上隻馬的時候 一邊好像會側近一邊 我就很害怕 我坐上去的時候我都很輕力 而且我又很害怕他會走一邊 無緣無故會走到哪裏 但是那個經驗是很開心的 因為隻馬很高 看到的東西是很不同的 其實騎馬和踩單車 剛才也說過 競輪是很相似的 這個比賽和賽馬運動 另外其實我覺得 很多動作都很相似 因為剛才莫蕾奶也有教過我 在最後直到的時候 我們要趴到人最低 這樣才可以令到風座少些 其實踩單車都一樣 我們都會趴到人最低 這樣令到風座低些 你覺得動作上 那些都是很相似的地方 對 那策略呢 其實策略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我剛才跟莫蕾奶也分享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要看看位置 可能只有一秒 那一秒在馬的中間 踩出去 那我們其實踩單車都一樣 其實可能只有0.1秒 才可以踩到那個位置 那我們就要掌握那0.1秒 其實兩樣運動都很多 發生在電光火勢之間 對 很刺激的 其實保馬香港大比大賽 就是四歲馬的賽事 是他們一生一次的功名 所以很多馬豬 騎煉都很想得到這個榮園 那你作為一個運動員 你有沒有哪一行賽事 特別想贏得到 覺得也是一生一次的 其實之前我一直在想 奧運也是我們一生一次的 其實很多運動員 都可以參加很多不同的比賽 但是後來我就會想 其實在香港的世界錦標賽 對於我來說 真的是一生一次 因為其實在香港 要舉辦一個最高樹榮的比賽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還有每一個國家 舉辦一次世界錦標賽之後 可能要過了一百年之後 才會再舉辦第二次 我覺得這個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所以自己都很希望 可以爭取到一個獎牌 那預先就功祝你 希望有好成績 那除了這一行 過往你已經參加過的賽事 或者得過獎的賽事 有沒有誰是特別難忘 最難忘的 其實自己最難忘的 都是倫敦奧運 因為那時候其實 都是沒有特別很多的經驗 那就和一個團隊一起去參加 第一次的奧運 最後都是真的可以達成目標 拿到獎牌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不太容易 其實在自己的心目中 都是很難以想像 和很難以相信 那我知道了 作為一個運動員 無論是踩單車 還是騎馬都好 其實都很有機會 會遇到事業上的樽頸位 你有沒有遇過你的樽頸位 或者你會怎樣去面對 或者克服這些時間呢 其實有時都會遇到一些受傷 還有其實你不知道它是否受傷 可能是肌肉突然痛 但是你不知道它為何痛 很感謝我身邊有一些按摩師 治療師 他們都能給予很多經驗 很多意見 令我很有信心 從最佳的狀態去迎戰 當然旁邊的人都會幫到你很多 除了樽頸位 其實我相信都一定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因為旁邊很多人都會對你很有期望 你自己都會對你自己很有期望 如果你遇到壓力的時候 你又會怎樣去抒發呢 其實每一次我都會聽一下歌 我覺得聽歌是可以抒發心情 令自己陶醉在音樂裡面 而且也會在聽歌的時候做一些呼吸 我覺得做一些很穩定的呼吸 可以幫助自己快點進入睡眠狀態 因為我很好奇 譬如平時普通人很喜歡去做運動去梳壓 所以我很想知道 其實運動員會否選擇一些 更舒服一點的梳壓方法 你會否也會選擇做運動 其實我自己最近比較喜歡拉筋 我覺得除了做運動之外 拉筋其實也是一個舒展筋骨的活動 其實也挺有益的 我知道接下來3月19日 這個寶馬香港打比大賽 當日你也會來到馬場 那你自己心水是哪一匹賽區呢 其實自己一直都有留意巴基之星 因為他初出的時候的比賽 也很震撼我們的 可以知道他贏了… 不是贏了起跑線 是 另外也很支持莫雷拉的… 佐伯 佐伯 莫雷拉的佐伯 其實加龍區你也很喜歡 對,其實也很希望莫雷拉 可以有一個很成功的比賽 因為之前也知道他贏了幾個比賽 所以剩下這個比賽 對,因為加龍區和莫雷拉的合作 他們先贏了經典一理賽 然後就經典杯 而且莫雷拉自己也提過 他從未贏過香港的打比賽 所以他很想得到這個樹榮 好,來到這裡 其實我也想看看 你自己本人作為一個運動員 有什麼打氣的話 可以跟我們的騎士說 希望所有的騎士都睡得好 吃東西吃得好一點 控制著體重 讓比賽當日可以發揮得最健碩 贏了所有的比賽 我相信很多位騎士 其實他們都很想吃很多東西 不過沒辦法 他們吃的都要做薄 但當然保持著心境的開朗 而且用一個很有體育精神的心態 去面對賽事,一定會很好 今天非常開心 請到Sarah來跟我們聊天 到時3月19日 寶馬香港打比大賽 沙田馬場再見,再見 再見… 我比賽 我怕你第二天 沒 kabin 我怕你幾乎 來看 Ich講 你幾乎 我怕你幾乎 你看到那個小人 我看你幾乎 我怕你幾乎 你幾乎 你幾乎 我怕你怎麼鬼 你幾乎 你二十三月